这一年九月初时 王世冲率先出手了 他严格挑选了两万精锐火速冬进 于次日劲敌掩尸西面的落水 迅速的架设了三座浮桥 而此时的李密 正驻守在洛阳北面的金庸城 王世冲甩开李密全力冬进 很明显就是要抢占落口舱 因为东都的军队快断粮了 李密急命王伯当留守金庸 自率精兵池远掩尸 在芒山南路扎营 然后命单雄姓率前锋骑兵 进至掩尸城北扎营 九月十一日 李密召开了军事会议 讨论战手之策 陪人机主张采取守势 他说 王世冲清朝而出 洛阳必定空虚 我们可兵分两路 一路恶守险要阻止他东进 另一路则是直扑东都 如果王世冲回军 我们就按兵不动 如果他再次东进 我们就进攻东都 这样一来 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 而他是疲于奔命 必定会被我军击破 李密同意陪人机的方案 进而分析说 随军如今有三样锐不可党 其一武器精良 其二决意东进 其三良进而战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聚成固守 蓄力以待 王世冲欲战不得 欲走无路 不出十天 他的手机就会送到我们的麾下 应该说 陪人机和李密的这个战略 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这一仗真要按照这个计划来打 失败的人肯定就是王世冲 绝不会是李密 然而命运之神 却在这关键时刻 背切了李密 因为绝大多数将领 反对这个计划 刚刚从宇文化级手下归降的 陈志略 樊文超等人都基于建功 所以和单雄信一起极力主战 他们坚持说呀 王世冲军队人数并不多 而且屡屡被我们打败 早就已经丧胆 兵法有言 人数超过敌人两倍就应该进攻的 何况我们现在绝不止两倍 再说了 江淮新佛的将士 都希望抓住这个机会 建立功勋 趁他们斗志高昂的时候作战 一定能够取胜 李密心动 是啊 如果可以一战破敌 又何必拖延呢 他随即采难了多数人的建议 战 此刻的李密当然不会知道 他的败王之局 就在这一个字中 一锤定音了 陪人机 陪人机苦苦劝阻 可是李密心意一决 陪人机顿足长叹 他说 功必毁之啊 与此同时 没有资格参加军事会议的魏征 也在对长使正挺说 魏公虽然在同山战役中转败为胜 可是勇将瑞族多数阵亡 剩下的士族士气低落 这种情况不利于对敌作战 而且随军缺粮志在死战 难以争风 不如深沟高雷以拒之 寻月之间 王世冲良进必然撤退 到时候全力追击 没有不胜的道理啊 魏征说的是头头是道 那正挺只是斜看了他一眼说 这不过是老生长谈罢了 魏征火冒三丈 这是奇策 怎么叫做老生长谈呢 随即是拂袖而去 九月十一日午后 王世冲派遣前锋部队 数百名骑兵渡过落水 袭击善雄信的军营 李密得到消息 随即命令裴行眼和程之杰等人 前去增援 裴行眼抢心杀入敌阵 被流史射中坠落马下 程之杰立刻冲上去 杀了数名敌兵 把这裴行眼抱上自己的马背 随军在后面穷追不舍 一个骑兵赶上了一毛刺穿 穿破了程之杰的铠甲 程之杰转身抓住长矛 猛然将其折成两段 随后砍杀随兵 终于将裴行眼救回大营 这次小规模的遭遇战 除了裴行眼之外 李密的部下 肖将 孙长乐等十几人 全部受了重伤 当天深夜 王世冲又派遣 两百多名骑兵潜入盲山 埋伏在李密大营附近的山舰里 准备赐着决战的时候作为内应 九月十二日晨 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 王世冲集合部队逝尸 他高声说 今日之战不仅是争个胜负 生死存亡也在此一举 如果赢了 荣华富贵自然到手 要是输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 所以这一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存亡 不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战 更是为了你们自己而战 正所谓哀兵必胜 此时王世冲的军队 已经落入了断梁的绝境 所以对这两万名士兵来讲 奋力前进打败李密 他们还有生还的机会 要是退缩 就算是能回到东都 无疑也是死路一条 所以当这支破釜沉舟 背水一战的军队 禁至李密打赢的时候 王世冲一声令下 两万人向李先之箭就射了出去 人人奋勇争心 偏死砍杀 其实果真像李密所说的那样 锐不可挡啊 这一战大的空前惨烈 因为双方都是志在必得 两军激战正憨着时 王世冲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一招杀手锏 他事先找了一个相貌酷似李密的人 此时将其五花大绑推到阵前 命人高呼 已经活捉了李密 士族几乎万岁 瓦岗军见状顿时士气大错 紧接着昨夜埋伏在此的那些隋军 忽然间出动直扑李密大营 纵火焚烧了帐篷防射 当瓦岗军看到身后冲天而起的火光 一只一瞬间就崩溃了 开始四散的逃命 昨天还极力主战的陈志略等人 立刻就投降了王世冲 李密带着残部一万余人 仓皇的逃奔落口 李密绝对没有想到 这次逃亡竟然把他的人生送上了穷途末路 他原以为胜败乃兵家常事 不用多久就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可是他错了 芒山之败 已经给他的军事生涯和逐鹿中原的大界 彻底的画上了句号 同时也给他的波澜起伏精彩壮阔的一生 画上了一个破折号 破折号后面写着两个字 死亡 虽然几天后 李密就逃进关中 投降了唐朝 可是这不过是延缓了他的死期而已 终究没有挽回他父王的命运 李密的这次逃亡真是一场伤心之旅 一位兵百如山道 他是一路跑 他的步众就在生前身后是一路的投降 当天夜里 王世冲为正挺镇守的掩饰 还没等着随军攻城 正挺的步将就打开城门投降了王世冲 陪人机 正挺 祖军严等数十个文武将力 全部被俘 紧接着 单雄信等人又各自为战 拒绝接受李密的号令 致使王世冲的军队 迅速地渡过落水 单雄信随即率不投降 李密还没有抵达落口 驻守苍城的长使丙元真 就已经暗中派人 前去接应王世冲的部队 准备要开门迎降 李密终于绝望了 人心靠不住 真靠不住 其实自从除掉宅让以后 就不断有人建议李密是斩草出根 把宅让的旧部全都干掉 以绝后患 比如当时房烟枣就曾力劝他除掉善雄信 他说这善雄信是一个轻于去旧的人 不可能会从一而终是早杀早好 可是李密始终下不了手啊 因为善雄信永贯藩军 在军中有非将之称 李密非常爱惜他的才感 再比如 部将宇文文也曾劝他干掉丙元真 他说丙元真这个人是宅让的死党 其长使的职位就是宅让利监的 心里对宅让那肯定是感恩戴德 你留这样的人迟早是个祸害 可李密听完却不置可否 因为他不希望在攻克东都之前 搞太多的窝里斗 此后他只是暗中提防着 丙元真 一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最后消息传到丙元真的耳朵里 随即就下定了这反叛的决心 想起这一切 李密真是感慨万千 追悔莫及 莫非自己真的是心太软 心太软 才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可是心不软又能怎样呢 杀人固然简单 问题是稳定太难呢 就算把宅让的旧部 通通的杀光一个不留 这瓦钢就能上下一心 坚如磐石了吗 未必 而且提早动手的结果 很可能就是把这些 纠兵汉将提前逼反 况且要杀多少人 才算把这宅让的旧部 清除干净呢 瓦钢原本就只是大大小小 几个匪帮凑到一起的 松散联盟 从来他不是一支 军纪严明号令统一的正规部队 要论战斗力 那是没得说 可是要论部中的 向心力和凝聚力 那基本就是扯淡 自从李密执掌领导权以来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这种松松垮垮 谁也不服谁的状况 但是却没法从根本上去 洗掉这些人身上的匪器 也扭转不了他们的三心二意 随时准备跳槽的 这种打短工思维 当然也就不可能会把瓦钢军 打造成一支 以他李密为核心的 具有高度忠诚和合作精神的团队 所以小团伙的利益 江湖哥们的义气等这些潜规则 其实一直在李密的表面权威之下 大行其道 换句话说 瓦钢寨这些老少爷们之间 各种潜在的利益关系 始终是盘根错节 牢不可破的 在这种情况下 李密凭什么认定 哪些人是宅让的旧部 属于定点清除的对象 而哪些人是一干二净 和宅让小集团毫无瓜葛呢 这个标准要如何理定 如何拿捏呢 其实这样的标准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说到底 真正对李密构成威胁的 并不是什么宅让的旧部 而是一张无孔不入 无所不在的隐性的利益连接网 除非李密彻底撕破这张网 把瓦钢军改造成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正规军 否则各种隐患是不可能被消除的 换句话说 除非李密只留下少数心腹 把其他人通通杀光 否则就不能算是清算干净 然而李密能这么做吗 当然不能 再说了 自从做上瓦钢的头把交易 李密基本上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 先是和东都军队打 既然跟王世冲打 后来又跟宇文化吉打 天天是席部挟暖 整个带带 让他压根也疼不守来清理内部 如果要是硬动手 那无异于是在大抵当拳的时候 自毁长城啊 所以千言万语总结成一句话 行事比人强 就像当初柴孝和提出 要放弃东都西境关中的建议时 李密只能表示无奈一样 此刻的李密也只能无奈 落口响了 惶惶如丧家之权的李密 打算前往黎阳投奔徐世纪 可是左右立刻警告的 当初杀宅让的时候 徐世纪差一点就被做掉 眼下打了败仗才去投靠 您觉得安全吗 李密联盟就勒住了僵声 对啊 徐世纪那是地地道道 宅让救不 而且被李密排挤到了黎阳 现在再去投奔他 凶多吉少 好在原本驻守金庸城的王波当 此时已经退守和娘 李密即刻调转码头 率残部投奔王波当 抵达和阳之后 李密马上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 讨论瓦刚的下一步的走向 这次会议的气氛与前几天那一次那是迥然不同啊 人人垂头丧气 人人心不在焉 李密首先提出了自己的计划 他决定 南以黄河为界 北以太行山为界 东面与黎阳遥相呼应 在这个地区重新打造出一块根据地 再慢慢的谋求发展 此时此刻 李密的目光仍然是坚定自信和乐观的 起码看上去是这样 然而他的计划却遭受所有与会将领 异口同声的反对 他们说呀 大军刚刚溃散 人心惶恐不安 要是留在这儿 恐怕用不了几天 全都会跑光了 人心已去 不愿再战 这成不了什么事了 李密瞟了众人一眼 众人也瞟了李密一眼 人心已去 李密在心里苦笑啊 要说这人心已去 这瓦钢的人心早就去得一塌糊涂了 只不过从前去得隐晦 去得巧妙 去得偷偷摸摸 现在是去得猖狂 去得潇洒 去得理直气壮罢了 去就去吧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既然一切都已经 随风远去 那我也没啥好说的了 李密耍他一声 就抽出了自己身上的佩刀 他想杀人 杀一个 叫李密的人 李密一字一顿 孤所斥着众也 众计不愿 孤到穷也 说完一挥刀就抹向自己的脖子 不过呢 李密这一刀的速度 那是太有讲究了 既不能太快 也不能太慢 太快别人来不及挡的 太慢就会露出破绽 所以这种挥刀自吻呢 这这是个技术活 他是古往今来许多政治人物 在深陷绝境时候的最后一张牌 一张悲情牌 要把这张悲情牌玩好的前提 那你就得拿捏一个最恰当的时机 而且身边必须得有人配合 否则这张牌就会砸在自己的手里 会把自己给玩死的 鼻子通风格 这张悲情牌 键